有台媒报道 美国密歇根州州长 日前率团窜台引发争议 有分析称 这是他半年之内第二次窜访 相关动作值得警惕 台媒报道称 美国密歇根州州长 魏美贵四日率团窜台 与民进党当局 就台湾与密歇根州之间的 经贸与科技交流等议题 交换意见 并且还宣布成立所谓 密歇根州驻台商务办事处 引发舆论争议 有分析直言 需要关注此举 是否会刺激美国其他州长效法 而这种在台设立所谓办事处的动作 更需要高度警惕 报道称 此行是魏美贵计去年9月以来 在半年内第二度窜台 当时他曾称 2021年 密歇根汽车装配线 因为缺乏半导体芯片 而陷入停顿 将芯片制造业带回密歇根州 这样就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了